年轻人看过来 你们的牧师热情跳舞敬拜 为的是要和你们一起回应 神的拿希尔呼召 11月27日感恩节这周 由QooTV国度施风中心邀请 来自十个县市平均年龄三十多岁的 青年牧者齐聚感恩分享 为着神纪念给予台湾拿希尔的异象 看见各县市年轻人连结祷告与宣教 在现年轻的活力一起回应呼召 拿些人的讯息 这是从神来给台湾这个关键时刻的讯息 神在全国各地区正在做的一个合一的工作 我们可以一起祷告也可以一起宣教阿们吗 分别为圣之后 我觉得圣要进到赎的当中 去影响带下圣的影响力 感谢神我们不只是苗栗自己连结 我们还跨到跟桃园的 Apostle 29的陶清蒙的一起连结 神看见我们的合一 神的心就被满足了 不是单打独斗的 而是我们愿意走在一起 就是我们渴望搭建一个平台 资源共享 然后我们一起为主得着下一个世代 这样一个祷告的运动 带一下这样一个拿死人的呼召 父神我们真的向你来感谢 就你继续使用我们在座的每一位牧者 来牧养你的下一代 在合一同行中让神来动功 这次的敬拜团就是由不同现实的牧者佩搭服饰 国度父老也传递跨代同行的祝福 带领全场同行为青年世代祷告 青年人是要兴起的 祝我们谢谢你 以至叫带领台湾的青年人兴起 我们也要两代同行 两代同行是彼此成全 资深的成全年轻的 年轻的也让这个资深的做兄长做父老 这个彼此成全 被邀请来来到我们这个家 也预备预表了 我们在这块土地里面 我们是对青年人有负担 你好好的在你的呼召的里面持守之外 最重要的是要兴起带着你的羊群 好好的来爱耶稣 很重要的事情就是培养这些青年们 跟神的亲密的关系 鼓励他们去寻找 并且在主的里面得到满足 明年二月将有台湾拿谢尔人集训 要同行兴起青年世代的拿谢尔人领袖 分别为胜为主所用 以上是QTV新闻中心台北采访报导